在中国南方有这样一座城市 它的人均纪地匹超越了北京和上海 作为中国制造业名城 它有着强大的品牌基因 几乎有家的地方就有它的品牌 它是佛山 它在一次次的变革脱围中惊艳世人 佛山速度 佛山模式 这些名词早已享誉全国 随之崛起的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高等学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一所正朝着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目标迈进的高校 它的未来将是无数一流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摇篮 在中国制造2025十年工业强国之路上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顺势而为 开展二级学院专业调整优化 对接新兴产业 发展新工科 重点打造智能制造等六大学科群 培养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放眼全球 聚焦地方产业需求 隐喻高端人才 构筑人才高地 面向新经济 成立产业学院 与企业 行业 共建合作办学 开放平台 形成多样化的协同育人新模式 学校根植产业 服务产业 移民产业得到充分体现 高校 高端客营院所 龙头企业实现完美结合 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彰显出这所理工科大学 所蕴藏的生命力 它将为佛山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和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 注入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如果说 教师是一所大学的名片 校园就是一所大学的气质 从综合性大学 向理工科大学转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这一佛山速度塑造着 自己的专业形象和学科气质 面积三千多亩 其中陆地面积近一千六百亩 新校园将如期建成 海绵城市示范 星光特色小镇 周边配套项目一应俱全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不再只是呈现出 小家碧玉的温碗 也开始具备了大家风范 以及国际视野 这一切都表明了 它在理工科高精尖领域 争取一席之力 支撑佛山产业创新驱动的 雄心壮志 不忘初心 不如使命 这里将孵化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 并为每一个梦想寻找起飞的平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以实现本科 一本招生 六个学位点硕士招生 培养博士研究生 形成了从本硕博 到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将根据佛山定期发布的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需求 预测报告 夺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 为汇聚在这里的每一位人才 提供于未来中国制造业 一线城市 共务的机会 大学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一所大学可以繁荣一座城市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已正式申请更名为大学 这一次 它的改变将不仅仅是名字 它将逐渐改变 一座城市的人才基因 带你走向更大的世界